字幕提供 在设计师还有家人的讨论之下 我们决定用铝制 再加上有一点木纹的这种设计 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个门上面 我觉得一个门里面它同时又刚又柔 那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也很符合我们家里面的色调的设计 以木为主 但是我们却有如钢铁一般的保护力 如果没有机会去到Deluxe的showroom的话 我没有看到的就是它竟然是一个门中门 你知道吗 那个门中门很有趣的是 我们在家里有时候不开 把那个门中门打开之后 那个雨声跟风就会慢慢的吹进来 透过那个很密密麻麻的小孔 然后我们很怕蚊子 但蚊子也跑不进来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门中门的设计 在设计上面给人更多的惊喜了 我觉得除了前门然后大门之外 后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在后门的选择上面 也是用了一个门中门的设计 所以每一次只要做饭 或者是说要煮菜的时候 我们就把门中门给它打开 这个门中门呢 其实它就有很强大的空气流通的功能 只要鋁制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才意识到原来鋁制这个门 它的耐用度跟它的防腐 甚至说它防潮防晒 这个东西它都是已经做到 未来十年我都不需要担心 每一天觉得它脏的话 我就稍微用十步擦一擦 完全不需要太多的照顾 我觉得在居家生活上面 它就提供了你更多的便利 如果你没有真的用过 你没有真的去看过 你可能会觉得门就是门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走一趟Deluxe的showroom 甚至你好好认识这个品牌的之后 你会知道门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门了